叶罗莉冰莲花,火灵主在第九季并不讨喜,不仅伤害水王子,还刺川冰公主。 在《精灵梦叶罗莉》第九季的剧情中,火灵主的戏份还是不少的。 在第八季中,火灵主被石西和灵公主联手释放,并且石西还给她佩戴了誓约之戒。 只可惜誓约之戒并不能抑制火灵主的怒火,她虽然答应不伤害生灵,但是却没有承诺不伤害大仙子。 也正因为如此,火灵主对水王子,冰公主两人发起了进攻。 火灵主原本的设定一正一邪,尤其是附身王莫对战曼多拉的那一段,收获了不少粉丝。 但是,在第九季中,火灵主的人社却不讨喜,下面就一起来看看火灵主在接下来的剧情中会做什么坏事吧。 石西在释放火灵主的时候,提出了一个要求,她让火灵主取消和王莫之间的契约,但是火灵主并没有答应,怒气冲冲的就走了。 王莫的身上依然留着火灵主的火印记,这也意味着火灵主随时都可以操控王莫。 不得不说,王莫被火灵主操控的次数还是蛮多的,她不收走火印记,显然是要做坏事。 这一次预告中就显示,火灵主操控王莫对水王子下手了。 火灵主和水王子之间的恩怨颇深,这一点从他们双方给对方的评价就能看出来。 水火不相容,两人见面互相看着不爽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在冰莲花的剧情中,我们也闻到了火灵主和水王子之间浓浓的火药味。 不过,火灵主借王莫之手对水王子下手,的确有点败好感呢。 现在的火灵主不是已经恢复自由了吗?直接来找水王子决斗不就好了,弄一些小动作,很不讨喜。 火灵主不仅伤害了水王子,同样也对冰公主出手了。 冰公主本来就是虚弱状态,在冰迷宫内还被削弱了冰雪之力,怎么可能是全先利过灵主的对手呢? 本来,冰在火的面前就很吃亏,更别提是先利不足的冰公主了。 更让人无语的是,火灵主的火荆棘竟然刺穿了冰公主的身体, 看来仙境中的男仙子们除了炎绝之外,真的不懂怜香西欲啊。 如果不是炎绝出手保护冰公主,真不知道火灵主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呢? 如果单纯是因为灵犀哥改选的事情而对水王子,冰公主两兄妹迟疑这么大的恶意,那火灵主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。 个人觉得,火灵主和水王子,冰公主两兄妹之间还存在别的恩怨。 在看到预告前,本来还期待火灵主能加入主角团的阵营中来一起对付曼多拉, 现在看来,他不仅没有帮助主角团,反而还捣乱了,这无疑是削弱了主角团这边的势力,对曼多拉和黎辉倒是帮助不少。 对此,你是什么看法呢?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!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